HELLO,大家好,我是Fair 很久都沒有拍過影片 因為最近一直在收拾房子,收拾也未收拾完 所以大家都是接受一下一個星期一段 其實中間都有試過一些東西,但真的沒有時間拍出來 所以大家有興趣等一等 先說一些 High News 部分 這個立邦2,原來真的是出OG 版本 當然很多朋友對 Jordan 的OG 當然會比立邦的OG 比較熱衷 但我相信新一代球迷總有很多看完立邦 James 的打科長大 因為我小時候看 Jordan 、後來看 Kobe 、後來看立邦 我相信一直推薦過來 其實到這一刻出來工作的人 很多都真的看立邦和立邦的粉絲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打到二十年都還在打 所以你也不要說他真的不厲害 今年正值出到二十年二十代 大家可能都看到他的粉紅色上了 所以趁著二十年,他也將立邦2的OG 拿出來重溫一次 這對OG 真的是隔了很多年才回歸 是第一次回歸的 18 年來第一次回歸的立邦2 所以真的來得份量珍貴 當然它的設定已經是比較速 即是有重量級一點 整體來說,氣墊部分也不會小 你看到各方面的包裹、保護 都是非常足料的 當時也是立邦爆炸性的體能 亦需要有這麼強的支撐 這雙鞋其實大部分人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頭幾代的立邦 都很多人都蠻喜歡 因為始終都是大體重的一物 他當時都有一定程度的猛場客 當然,你問立邦是減價 反而後期還減得再厲害一點 早期都有的,但真的少一點 但去到18 年後再次復刻這隊的立邦2 我相信為情懷、實戰性的包裹保護 都會有朋友為他埋單 你看到細節位,Kane James L23、皇冠 logo 各方面的東西都很像OG 所以這隊如果大家是立邦迷 都應該有興趣入手這隊立邦 大家就等一會吧 大概會在九月上市 儘管留意 Captain 有空要發訊息 問我最近做了一年 他問我試不試San2 我說San2的樣子 其實最大的敵人就是 樣子好像有點肉酸 我自己有個平衡的樣子 我都跟他講了很多次 有時候的樣子接受不到 也挺難搞的 但今次這隻紫色來講 因為飛俠也是一個紫色控 他配搭類似鏡皮面的紫色 我覺得樣子雖然是太誇張 但也沒有其他配色的情況那麼嚴陣 所以我覺得這對紫色出 也算是有得想想 不過我還是誇張了紫色 我相信是一個問題 純白色加彩邊 還是白藍綠紅的 都是用紫色的頭要選擇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對紫色 對我自己來講 也算是吸引一點 他說聯想起古代多倫多顏色 即是Winds Carter 的年代多倫多顏色 如果要用紫色的話 像這個鏡皮面 我相信整個設定會有少許不同的 是比較軟熟的 通常來說 真正來說就不知道 但如果這對紫色的配搭 我自己試的興趣就會大一點 Anyway 都遲了 所以也不急 我還是遲了試的東西 遲些的話 簡直更漂亮的顏色才好試 起碼自己開心 甚至你可以看看這隻黑紅紫色的配搭 都是蠻傳統的配搭 不知道大家是否在90年代出生 那個年代的朋友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黑白紫 黑白紫紅 的Charles Barkley CB34 Air Force 系列 都很喜歡出這款顏色 這款系列的顏色 通常都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型號 才會使用這款顏色 所以這次的復古 做紫色黑色 可能是另一番深層的意義 當然這雙鞋 暫時未有發生時間 定格應該都會和一般收人一樣 大家是紫色控的 也可以留意一下這雙何時發售 正如剛才有說 這雙是白粉紅綠藍 可能很多人不喜歡迷彩 這雙是另一雙白色的款 英國也有得賣 但我自己也覺得不太吸引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 其實我有時也不太明白 AirDragon 34 系列 究竟出到何時才完 FIREG又歸位了 我已經印象中CMAN 系列的FIREG 已經出到無可出了 我怕買了多少次呢 這款系列 這次定格送的$210 美金 9月推出 去到尾的3、4、5、6代 可能炒風已經去到完場了 所以真的有興趣 真的叫做自用的 當然是福音 但純粹玩炒 這雙是一般 我經常說Nike 你不悶我都悶 今天將這套系列給Pilmar Pilmar 的Nitro系列 是時好時壞 和上次做出來的效果 都可以截然不同 今次出了兩隊 一隊是Rice Nitro 一隊是TRC Bladesquart 兩隊籃球鞋 外觀來說 你問我很特別 又不是出街鞋的樣子 又不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Rice Nitro 鞋的樣子 都算是挺有趣 挺吸引的 最重要是鞋面部分 鞋繩都藏在裡面 表面上看不到鞋繩 正常就 沒有那麼容易踩到鞋帶 打球時 綁的時候 這就是好一點的地方 另一方面就是Nitro Nitro 其實來到這一隊 應用在籃球鞋上 應該已經是第三隊了 應用第一隊就好 第二隊就慘了 去到Rice Nitro 其實我相信 這隊應該要有改良 因為這次你見到 Nitro配上Pro Plates 中間的支撐點應該會好一點 第二隊 對上一隊 其實最難的問題是防側 我一著已經翻車了 你會見到 側面的Almrigger 位置 這次明顯做出一點 再加上 TPU 外面的位置 亦比較硬 所以防側 這次明顯做得好很多 再加上 整體的中底部分 這個Plates 你會見到紋路 很前 所以在動力推進的延伸 跟配搭Nitro 就會做得好 再加上各方面 修盤鞋繩 這就是為了實戰而生的設計 所以這隊的Rice Nitro 應該表現如何都會好 比Fusion Nitro 至於另一隊 TRC Bladesquad 就是Quadrider的朋友 所以它用的系列 不是用Nitro做中底 而是用Pro Foam做中底 它這次的Pro Foam 配合了Trinomic的風潮設計 其實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Pro Foam 就是Pro Foam 不知為何用Trinomic 是否將Pro Foam 變成一種風潮 好像report pump 系列的風潮系列 下面有Pro Foam物料做 我真的不得而知 它又說有這樣的物料 中間有很多TPU條 在旁邊做支撐 這隊的Outrigger 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這隊翻車係數會高一點 再加上Pro Foam 本身比較軟 因為翻車係數會比較危險 鞋身部分亦沒有內翻 所以兩隻在定位方面 這隊應該會是cheat 的定位 反而飄馬在這一代 這一期好像中底 外底部分的設計 做回正動一點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在不同的球場 都滑 所以這隊的鞋底部分 應該會好一點 就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一些Nike 以外的籃球鞋 其實飄馬系列的實戰性 都是不錯的 不過真是一時時 有時候真的很飄 明明舊那隊很短短 新那隊就會炒粉 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一點 但這隊整體來說 我相信Ryce Nigel 就算是有得做的 這隊TRC Blade Squad 就看自己 因為只要推廣球星是 Kuzma,Deggins,Jacky Young 所以... 都不懂得形容 但價錢來說真的差好少 你看4200 和4080 左右的東西 看看大家喜歡不喜歡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 下面留言,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這樣也好,記得訂閱我的資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